哈囉,我是薛靈六 今天要來分享鋼筆工具的使用方式 首先請將滑鼠移到工具列 填色的部分 記得取消 筆畫的部分 你可以填入你腰的顏色 我這裡使用的是黑色 接下來我將螢幕放大 選擇工具列上面的鋼筆工具 點選後,按下滑鼠左鍵點選空白處 會出現一個藍色的節點 這時候你移動滑鼠 會出現一條藍色的線 按下滑鼠左鍵按著不放 你會發現有個拉桿 當你確定你要的弧度後 放開滑鼠左鍵 藍色的線會變成實線 接下來移動你的滑鼠 如果我今天要的曲線是這個方向 我一樣按下滑鼠左鍵按著不放 這時候也一樣可以調整曲線的方向 放開滑鼠左鍵 大家應該有發現 當我在移動滑鼠的時候 藍色的線它是呈現曲線的方式 那如果我接下來要畫的方向 是直線的話怎麼辦呢 請將滑鼠移到節點上 出現一個類似像剪刀的三角形 我將滑鼠移開 再移回到節點上 有看到嗎? 這時候你就按下滑鼠左鍵 往這個節點按下去 按下去後 你節點的拉桿就會有一邊消失 我將滑鼠移開 它就會呈現是線條的方式 這時候你就可以畫出你要的直線 那如果我接下來想要再畫回曲線的話 那要怎麼畫呢? 一樣移動你的滑鼠 按下滑鼠左鍵不放 就會出現拉桿 這時候你就可以回復到你要畫的曲線方式 將滑鼠移到黑色箭頭 讓線條成立 線條完成後 如果這條曲線你今天想要重新調整的話 那要如何調整呢? 選擇白色箭頭 按下去後 選擇你要的節點 當空白的節點你按下去後 會變成實心 這時候你會看到螢幕上會出現拉桿 你就可以按下拉桿 調整你要的弧度 以螢幕上範例的左邊來說 整張圖的繪製方式都是使用鋼筆工具 那鋼筆工具要如何把線條畫得很順暢呢? 在這裡我只能說透過不斷的練習再練習 你就會有一天會畫出你想要的曲線 那今天鋼筆實用的方式在這裡教學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請記得訂閱我喔 我們下次再見